在温暖时 水稻的大面积种植给米制品类小吃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许多用大米做成的小吃就藏身于这些古朴的乡村老宅里 数百年来闽南人的足迹遍布了东南亚 以及我国的港 澳 台等地区 遥远的地域和海洋的间隔 并没有让漂泊在外的闽南人 思乡之情和亲情变得淡薄 每年都有许多闽南人回到家乡 寻根祭祖探望亲人 谢谢你们回来啊 谢谢啊 谢谢回老家啊 谢谢回老家啊 家住泉州市永春县 让做出的绑舍质色泽 看起来更诱人 制作绑舍贵 要用绿豆沙作为馅料 包好的米粉团放在带有乌龟图案的模具上按压一下 在闽南地区 有着龟年褐寿的说法 乌龟是一种长寿的动物 所以龟形图案 包含了人们对老人 延年易寿的祝福 绑舍龟的由来 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 原名叫糯米龟 一名叫孙榜的人 在永春县五里街 卖糯米龟 书生叶绍本时常来店里品尝 可没有钱只能记账 到了清朝嘉庆年间 高中进士的叶绍本 找到了孙榜还了账 人们便称孙榜为叶绍本的舍人 舍人就是显贵弟子的意思 孙榜也就有了榜舍的孙称 从此糯米龟 也就有了榜舍龟的叫法 经过二十分钟左右的蒸煮 榜舍龟蒸熟了 放凉了要先用来祭拜天宫才能使用 榜舍龟吃起来柔软富有粘性 里面的绿豆沙清凉可口 随着闽南人的迁徙 榜舍龟的制作手艺也被带到了东南亚一带 闽南地区伊山傍海 台湾海峡以及周边的海域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 给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海产品 海产品和大米的组合又形成了许多美味的小吃 泉州市永春县的大禹村坐落在一片山川之中 白鹤泉就发源于此 习武已经成了村民生活的一部分 蜿蜒的山川形成了美景 同时也为人们制作小吃提供了原材料 挺拔苍翠的毛竹 叶子呈披针形 大而结实 这些毛竹叶可以用来包粽子 采回来的毛竹叶清洗干净了 再用开水烫一下就可以使用了 闽南人包粽子要用添了酱油 盐等足料的糯米 除了五花肉 泡发的香菇丁 粽子里面还要放入一些海产品 有泡发的海力干 瑶柱 加入这些海产品能让肉粽的味道更加鲜美 这种包粽子的方法代代相传 肉粽的味道经久不变 这就是闽南人常说的古早味 要想吃到美味的粽子一定要耐心等待 因为粽子要放在大柴锅里面煮六个小时 才能成为美味 煮熟的粽子刚端上桌 一桌人就争抢开了 粽子吃在嘴里软糯可口 充满了海鲜的香味 厦门作为旅游城市 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游人 来这游玩的人们 少不了要品尝一些美味的小吃 在这里 大米与海鲜的组合又产生了新的美味 端上桌的这锅粥叫做海鲜粥 里面有扇贝 海鱼 海虾等 海鲜粥讲究粥汤清澈 鲜香味美 这锅海鲜粥是厨师张不雄精心制作的 小张从17岁开始就学习厨艺了 学习厨艺的辛苦与劳累 持续了五年的时间 小张也磨砺出了坚定的意志 如果不做到回家除了下海或种田 要不然就是汽车里面工厂上班 觉得这样前途很迷茫 所以最后咬咬牙坚持下来了 制作海鲜粥 要先把五花肉翻炒爆香 然后加入香菇 文革 瑶柱 倒入一些料酒去除腥味 煮海鲜粥用的不是清水而是高汤 等汤煮开了再放入大米以及少许的盐进行调味 在这大铁锅里面 可煮不成好吃的海鲜粥 得换上砂锅 小火慢熬 才能煮出鲜香的味道 趁着煮粥的功夫 小张拿了一条宰杀好的石斑鱼 熟练地切出了鱼片 除了鱼片 海鲜粥里面还要放入明虾 三十分钟左右 粥煮好了 然后放入鱼片和明虾 再煮三分钟 海鲜粥也就做好了 大米不仅可以跟海鲜组合在一起 与河鲜的组合也能做成味美鲜香的小吃 在漳州九龙江的北溪 河面上屹立着一座古桥 这座古桥叫做江东古桥 始建于南宋嘉定七年 在这座古桥附近 开着许多餐馆 经营的一大特色就是江东芦鱼 江东芦鱼产自九龙江的北溪 由于鱼肉细腻 腥味小 一直深受人们的欢迎 江东芦鱼可以用来做粥 做好的粥也就是江东芦鱼粥 江东芦鱼宰杀好之后 切成小块就可以用来做粥了 与海鲜粥相比 江东芦鱼粥的做法就要简单一些了 江东芦鱼腥味小 只需要用油 生姜丝进行翻炒 就能去除腥味 锅里面放入清水 煮开了放进锅里的可不是生米 而是白米饭 用小一些的火煮七到八分钟 放入盐 味精等调味品 江东芦鱼粥就可以出锅了 和海鲜粥一样 江东芦鱼粥讲究的也是粥汤清澈 只是粥里鲜香的口感来自于芦鱼 这海鲜粥和江东芦鱼粥 从名称上就能听出煮粥用的食材 而要说起猫仔粥 大家可别认为 是用猫肉做成的粥 做猫仔粥用的是大谷豆汤 先在汤里面加入生姜片 泡发的鱿鱼丝 虾仁 香菇 煮开了再加入米饭 如果用糯米饭 煮出来的粥口感会更好 做猫仔粥用到的配料有鱼片 鲜虾仁 海利 猪肝 鸡胸肉 瘦猪肉等 这些配料是不是把它们一起放进锅里 就能煮出好吃的猫仔粥呢 它颜料是一种组合的 所以我们在煮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相互顺序 猪肝相放 然后我们逐步换入了鸡肉 猪肉 海利 鱼片 虾仁 这种加入顺序 能够让不同的食材熟透程度一致 煮的时候一定要用大火 让加入的食材都被煮熟 同时又能保持鲜嫩的口感 大火煮开了 加入盐 味精 香菜等调味料 一锅鲜香的猫仔粥也就做好了 海鲜除了可以用来包粽子 做成粥类小吃 还可以做成许多美味的小吃 在泉州市的惠安县 有一种小吃叫做鱼卷 是用马椒鱼肉加入红薯粉做成的 在惠安县 除了普通家庭会做鱼卷 更是发展出了加工制作销售鱼卷的产业 给人们带来了方便 鱼卷能够切片油炸 能够用来做汤 也可以直接食用 鱼卷的产生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俗话说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在以前靠在海边的惠安县出海打鱼 是人们谋生的主要手段 出海打鱼工作辛苦 劳累 是男人们干的活 而那些家务 耕种 照顾老人和小孩等担子 自然也就落在了女人们的身上 吃苦耐劳的惠安女 在长期的劳作中 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衣着形象 惠安县的土地以沙土 沙壤土为主 由于淡水河流比较少 缺乏灌溉设施 因此能够用来种植水稻的农田 在以前为了能够吃饱饭 这里的人们种起了耐旱的红薯 据清代金属传习录记载 在明朝万历年间 也就是1573到1620年 闽南人陈振龙 在东南亚一带做贸易 带回了红薯藤 从此红薯在我国大面积 种植的开来 在惠安县 红薯生长得好 产量高 惠安县也就被称为地瓜县 出海捕回来的马胶鱼 收获的红薯加工成的红薯粉 这两种原料 为什么会结合在一起 做成的美味的鱼卷呢 在泉州市惠安县的海边 坐落着一个宠武古城 宠武就是宠上武备的意思 宠武古城 实践于明朝红武二十年 是一座防御倭寇入侵的城堡 最早坐镇这座古城的 是明朝千户乾忠 乾忠的后人 千户乾楚 更是在明朝家境三十七年 带领着民众 谱写了一段荡气回肠 可歌可泣 抗击倭寇的历史 如今乾忠的后人 依然生活在这座古城里 居住在这座石头房子里的 是乾瑞芳一家子 年轻时出海打鱼的乾瑞芳 如今已经四十多岁了 事业有成 生活也变得安逸了起来 夫妻俩经常坐在一起 喝茶聊天 聊到往事的时候 妻子总是怀念 以前丈夫打鱼归来 充满喜悦与希望的生活 作为曾经的嫩朝儿 乾瑞芳决定出海打一次鱼 让妻子的这种怀念变成现实 也给家里带一些 新鲜的海产品回来 知道了丈夫的决定 妻子做起了鱼卷 以前每次丈夫出海打鱼 妻子都要做一些鱼卷 让乾瑞芳戴在身上 马胶鱼刺少肉多 肉质细嫩 鱼肉很容易就能从鱼皮上刮下来 刮下来的鱼肉里面 要加入适量的红薯粉 才能让鱼卷成形 鱼肉里面还要加入一些 肥肉丁 鼻气丁 盐 味精 葱花 鸡蛋清等 加入配料和佐料之后 一定要耐心搅拌 以至搅拌至鱼肉发白 红薯粉和鱼肉完全混合在一起才行 把鱼肉放在塑料膜上 往两边轻轻一压 然后可以用食用级的塑料膜 把鱼卷包裹起来 这些包裹好的鱼卷 还要放在锅里蒸熟了 才能成形 灶堂里旺盛的火焰 让鱼卷的香味随着水蒸汽 在屋子里弥漫开来 蒸煮了三十分钟左右 鱼卷也就熟了 这些鱼卷又会给钱瑞芳 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 在闽南地区出海打鱼 一定要祭拜妈祖 祈求神明护航 平安归来 一大早钱瑞芳 祭拜过妈祖之后 就和两位友人 坐着渔船来到了海上 虽然已经十几年不打鱼了 但钱瑞芳的打鱼技巧 并没有生疏 渔民出海打鱼 其实就是穿梭在大风大浪里 在这无边的大海上 生命就会显得渺小 危险时刻伴随左右 转眼已经到了中午 然而并没有像钱瑞芳想的那样 收获许多海鱼 望着这张空空的鱼网 钱瑞芳拿出的七子做的鱼卷 吃了起来 鱼卷的两头都是圆的 因此鱼卷也就有了 头圆 尾圆 美好圆满的意思 是人们对外出的亲人 平安归来团圆的期盼 闽南地区的海岸线蜿蜒绵长 蔚蓝的大海 给人工养殖海产品提供了便利 在这里除了有人工养殖的紫菜 海带等藻类 还有大规模养殖的贝类 在这一粒粒如同珍珠的伏伐下面 就养殖着闽南人喜爱的美食 猪蚝 猪蚝属于牡蜜科 牡蜜鼠 是一种体型较小的牡蜜 牡蜜也叫海蜜 而这猪蚝由于体型小 因此在闽南以及台湾等地区 也被称为科仔 成熟的猪蚝去掉外壳 就露出了鲜嫩的猪蚝肉 用猪蚝做成的小吃海力煎 也叫做科仔煎 吃起来味道鲜美 是闽南人津津乐道的小吃 做海力煎 要用手工制作的红薯粉 这样做出来的海力煎 吃起来会比较细嫩 猪蚝的腥味比较浓 所以要加入一些切碎的青蒜 去除腥味 除了适量的盐 制作海力煎 并不需要加入其他调味料 搅拌猪蚝的时候 不要用力太大 时间也不要太长 避免把猪蚝弄破了 做海力煎最好用平底锅 倒入锅里的猪蚝 要想煎炸成鲜嫩的海力煎 一定要用小火 如果太高温度煎起来的话 容易焦 里面就不透 在煎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 海力不能用锅铲去压它 如果压它 它肚子就破掉 里面的盐质盐味的汤汁流出来 五分钟左右 锅里的海力煎要翻个身 继续煎炸 当两面都煎透煎熟了 海力煎也就做好了 不过出锅前的海力煎 也可以加入鸡蛋 把海力煎挑开了 倒入鸡蛋 两面都煎熟了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而在闽南地区 有一种海鲜小吃 在制作时不用加入配料 就能做成爽口脆滑的小吃 这就是诞生在福建省泉州市的小吃 土笋洞 用来制作土笋洞的海产品 叫做可口格囊星虫 俗称海丁土笋等 属于格囊星虫科 格囊星虫鼠 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南沿海 相传郑成功为了收复台湾 在厦门泉州一带练兵时缺少军粮 于是士兵们就采集海边的土笋 做成汤来食用 由于土笋含有皮胶 汤放凉了就会凝固 有一次 郑成功直接食用了凝固的汤 发现味道更加鲜美 经过改进之后 土笋洞的制作方法便流传了下来 在福建省泉州市的安海镇 小曾 小扎 小陈等五位年轻人 来自各行各业 经常聚在一起喝茶聊天 谈工作 谈理想 谈创业 2013年秋天 在一次相聚喝茶的时候 大家品尝起了土笋洞 大家都觉得 这没准是一个创业的好机会 因为当地的土笋洞 大多是在街头 路边销售 没有统一的质量标准 也没有形成品牌 为了能够把土笋洞 做成小吃品牌 实现创业梦想 很快这五位年轻人 行动了起来 挖回来的土笋 去掉内脏 大家就把土笋 放进了锅里 加入佐料 做起了土笋洞 可煮好的土笋 却不像市面上 卖的那样洁白 等不到汤凝固 大家就迫不及待地 品尝了起来 可吃在嘴里的土笋 如同橡胶一样 嚼不烂 没有脆滑的口感 同时还含有泥沙 难以下咽 这土笋洞的制作方法 看来还得找个明白人 好好学学才行 经过大家的努力 多地的走访 最终感动了 泉州市安海镇的老张 当大家把制作土笋洞的经过 告诉了老张 老张听了笑了起来 老张制作土笋洞 已经有大半辈子了 自然有许多制作心得 老张让大家 把去除内脏的土笋 清洗干净 清洗土笋一定要耐心细致 要多清洗几次 把泥沙清洗掉 洗完了土笋 老张带着大家到了厨房 准备教大家制作土笋洞 制作时 为了去除土笋的腥味 要往锅里放几片生姜 水开了之后放入土笋 煮的时候要用小一些的火 煮土笋的时间不能太长 不然土笋就会变老 失去爽口脆滑的口感 煮开了连续煮一分钟左右 土笋的表皮能够搓下来 土笋就煮好了 捞出来的土笋 老张要对他们进行磨皮 大家赶紧围成了一圈 一定要看看老张 是如何把这些土笋 变得洁白如玉的 只见老张 把塑料勺子 在土笋上反复搓揉 然后用清水冲洗 土笋的表皮就会慢慢脱落 这些清洗好的土笋 大家赶紧品尝了起来 吃起来充满了脆滑的口感 这时大家的心里又起了疑惑 土笋洞是带汤冰冻做出来的 可现在只有土笋没有汤 这汤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只见老张 把清洗土笋剩下来的水 端了起来 咬进了锅里 烧开了之后 放入生姜 香叶 盐 味精等调味品 看到这一幕 大家才恍然大悟 原来土笋洞 并不是把土笋和汤 一起煮出来的 经过过滤 煮好的汤分装在小碗里面 然后把洁白的土笋放进汤里面 这些带土笋的汤 还要放在冰箱里冷藏一段时间 等汤凝固了土笋洞 也就做好了 经过艰苦创业 到了2015年的时候 这五位年轻人制作土笋洞的方法 已经从小灶台变成了标准化生产 并创立了土笋洞品牌 开启了连锁店 这五位年轻人的创业梦想 终于变成了现实 温暖湿润的气候 依山傍海的地理环境 给闽南地区带来了丰富的物产 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古早味小吃 这些小吃就藏身于那些古朴的乡村老宅 熙熙攘攘的街道里 等着您来发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